請接牌 才能是109年農民營業苦茶庫正式成立 在市長農民提及市府各黨委書長的建築之下 當時農民希望的褲雜庫今天正式開拍 這個褲雜是每五年一拜的基本國勢調查 準備第五月請到六月三十全民典型 像現在有十一萬庫 這麼大規模的一個苦茶 坦白講還是需要靠國家的力量來做 所以對於我們市府同仁 大家對於這個褲雜工作的盡心盡力 我們先表示一個期許以及感謝之意 指定人為代表時 冰鄉時就已經有對這些三亞來做了解 迫在用意是希望能夠在到更加上色的主信 他也說到過期常常有人穿著進 隔著菜水格頂頂的農作物做行抵銷 若是可以透過普世的結果 即時來提供 但就是好的 我們也希望說在最短的時間內 完成這個詳盡的普查之後 能夠提供政府國家決策 一個重要的參考 普查得到資料 但這個資料活用才是活的資料 所以能夠即時預警 即時真的跟農民做一些規劃 我覺得這個是反而是好的 因此有賴於即時的資訊 有賴於這個普查的資料 因為普查的規模這麼大 市長會有資料夠是要的配合作業 當時也提供民眾要注意三部二會 保護個人資料的安全 希望在最短的時間來完成普查 提供資料作為國家掛齊的重要參考 我們這是民眾的報道